都说赵丽颖和詹玛拉长得很像 就连韩国人都这么说 两人一拼一笑都给人可爱和呆萌的感觉 两人都长着一张娃娃脸 眼睛大大的非常有灵气 最最相似的是两人都是圆脸美女 凭一张圆脸在娱乐圈闯出一片天 说到詹玛拉 许多人都会知道 2004年与苏佑鹏合作出演刁蛮公主而走红 从此深受观众喜爱 之后更是风行全国 许多人视她为女神 在我们国内广告更是多道手软 妙恋小洋人这一广告更是遭到许多人的喜爱 她还多次参加央视的综艺节目 同一首歌 与中国娱乐圈大佬成龙走得也非常近 2005年她遭到中方邀请 参加在公体举办的第五届CCTV MTV音乐盛典颁奖典礼 并且获得年度最佳韩国歌手奖 2006年6月24日露脸 成龙和她的朋友们南京演唱会 2008年担任了韩国首尔战的火炬手 可见她的影响力与知名度是相当的高 然而在她事业巅峰时期 因在韩国某节目中称 没钱就去中国表演 引起内地网民剧烈蒸发 不少网友以为张纳拉言下之意 是把中国市场当成圈钱之地 之后意识到自己犯了错 发文抱歉 可是许多网友依旧不买账 一句话让她失去了内地的开展 逢杀八年 就连在韩国她也遭到了网友的怒怼 现在无戏可拍 如今张纳拉依然没有放弃演艺事业 四处走旋寻找上演机会 可惜所到之处再也没有从前那么蹊径 人气也大大减弱 这让她很是难过 36岁的张纳拉已经明显发福 事业的平静也让她的爱情受阻 至今也无人敢娶 幸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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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